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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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M有一個News 我是梁詠琪 經常在街見到流浪貓狗 沒有人收拾牠們回家養 有機會被人道毀滅 在2007至2009年 被人道毀滅的動物 每年有萬三至萬六隻 有機構就舉辦攝影課程 大學員就出課室 親自尋找社區的流浪動物 學會愛護牠們 張家文去訪問過這班學員 鏡頭下的流浪貓完全不怕人 這隻就眼瞳瞳瞳看著鏡頭 牠們就坐在屋頂任人拍 同樣都是流浪貓 見人就馬上走 這次我們是特意找一些流浪貓狗 牠們去的地方 我就知道多了關於牠們的雜性 可能牠們平日會去什麼地方 什麼時候會睡覺 什麼時候會出門 我就會比較尊重牠們 今次這個活動 我發覺其實牠們都不太阻礙到 我們平日常生活的人做事 班青年人參加了社區中心搞的攝影課程 學會基本影響技術 由導師帶領透過鏡頭 拍攝流浪貓的生活 從中學習愛護流浪動物 其實香港還有很多流浪貓很被忽略 可能牠們被趕絕 或者牠們住的地方都沒有 活動負責人希望學員在影流浪貓狗的生活 透過觀察加深認識牠們 從中改變社區人士對流浪貓狗的看法 M21news記者張嘉敏報導 不少主人試過帶寵物去針灸 或者吃中藥 不過有人沒有中醫牌 又沒有獸醫牌 但是就開中藥給動物 那位醫師還說 開中藥給動物不用拿牌 由鎮會大學新聞系同學報導 現在市面上有一些保健中心 聲稱可以運用中醫技術 醫不同寵物的奇難雜症 但是有動物保健中心 幫動物看病的醫師是沒有獸醫牌 主人不需要帶寵物去中心 只是要拿獸醫給的衍生報告 牠們就會幫寵物開中藥藥方 還提供配藥服務 根據獸醫註冊條例 在香港幫動物看症 或者開藥都需要註冊 同時有有效的執業證明書 否則最高可以監禁一年 不是獸醫 中心就說那位是中醫師 那又有沒有中醫牌呢? 我們翻查過中醫名冊 就找不到牠的名字 動物中心職員也承認 牠覺得麻煩沒有註冊 牠是一個中醫師 但是牠應該沒有住賊中醫師 牠應該沒有住賊 因為牠不需要做門診 我記得牠說 住什麼東西賊 又要浪費時間讀一些無聊的東西 我們找過那位醫師 他聲稱用中藥醫動物不需要拿牌 他又說自己只是動物保健 而不是行醫 但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表示 就算是普遍在藥房買到的人心 只要那位醫師是經診症之後處方的 都需要有中醫牌 根據中醫藥條例第108條 任何人未經註冊而以中醫名義執業 已經犯法 最高可以判監五年 廣播新聞網記者馬希文報導 獸醫學會會長就說 根據現行法例 只要沒有獸醫牌 無論用西藥還是中藥 醫動物都是犯法 有牌都沒有用的 你沒有獸醫牌 你現在是診斷了 我們是不可以對一隻動物 作出診斷及診斷 如果你沒有牌 無論是中醫好 人醫好牙醫好都不行 又到網絡精選 這次帶大家去看看 八個女生跳舞有多合拍 牠們跟著音樂 推出不同的舞姿 看看這條片的小貓 叫聲有多特別 聽真點 像什麼動物呢 有多像羊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下星期再見